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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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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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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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好像大良文就是發出声 LEDše景 我去年我都开车我订了 我说谁给他动我擦了 上个窗子 我应该我也不活了 他擦子抓不着我了 18岁 到65岁这段是最幸福的年龄 来我的妈 那么幸福 我们就先安排自己走 你胆挺大 还敢坐车吧 一般人不敢坐呢 一般人就会觉得 妈害怕了这车 坐在我车上 这就是咱们强制隔离 隔离戒毒所 天天都入屋 最后就感觉是习惯了 结束了所有 心中有尊重生态结束 我会说 我走到我了 我会说 你快点了 你还想到我 我会想到我 去哪里 我会想到我 那里 我的天 我会想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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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她也挺幸福的 其實想一下 在家沒人願我 其實能活著 挺沒勁的 可是我好人 這是我最喜歡的這張照片 好這張我可不喜歡 我老公跟傻子似的 從最開始是急急的 後來就是摸不關 不管了不問不問了 也是太累了 也是不會理解 到最後的時候她有她的影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還以為她挺阿我的 我還有點傷心 一種不管我 那些天 當我單純那些天 讓我氣了可能 其實當你最後都不管我 她就是在啃我了 妳知道嗎她就是給我的感覺像 比我父母跟我孩子的角色 妳想像 其實我看這些東西我都不是 不難受跟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難受我女兒小的時候 那份幸福那感覺 男生挺回憶 二日抽自己以前的模樣 和現在的對比 不難受 剩下關於她 無所謂 她還有那麼多愛 今天很慢了 愛就是比神才當愛 現在她不愛我了 愛別人的時候 對於她來講 我應該是一點點兒的回憶 真的 這些年就像夢一樣 這些年就像夢一樣 我來看 你去看 收手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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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我都去 我都去看 你不去了 不去就不去就好好說話 那天不還是說願意去呢 該做了 這又變卦了 不去就不去 你不願意去就不參加就不去了 你吃飯嗎 沒有 寫作業嗎 寫完了 你幹啥跟我這麼說話 張一騎 你為什麼跟我這麼說話 我前天回去 孩子跟我說話好好的 看到沒 狗可親可近了 要不要跟我去參加聊台演出 你就知道 臉上就這樣 我女兒的爸 你拿你手機給她打 你 張欣 你不會接我電話呀 你什麼事兒給我無法 我肯定有事兒找你 你不會接電話呀 哎呀我去講怎麼念說話 你在哪年怎麼念 我肯定有事找你 我不找你 你少跟我这个态度 行 你说吧 你在哪了 有事说你事 你在哪了 你有事有事 我肯定有事 我怎么没有事 我要是说孩子的事 你在哪呢 你在你女的家呢 不要我两个逼玩 你今天别出来跟他家 我就在你门 我就在他门口呢 你永远别出来 行不 我告诉你啊 我前天回家的时候 跟张维希沟通的非常好 张维希也愿意跟我去参加什么春晚 可愿意高高兴兴的 送我走的时候搂着我 我刚才往家打电话 我告诉翘翘 我说今天没排列上 我告诉他一声 我给他打电话 张维希我不去 跟我就嗷嗷这么几眼 我跟你说张维希 孩子什么都懂 知道不 你警告你父母 不要把咱俩的事 咱们之间远远远牵扯到孩子 孩子这么点儿 背负这么老多 看着我一样 看着又是一个样 如果你们再这样子 咱俩真的就没好了 我不骗 我最恨最恨你们家人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这样子 你父母都得挨我主 我告诉你 咱俩现在开始没有联系了 断了 到此结束了 知道不 我跟你的感情也放下了 你放心 就你爱基本跟谁扯 你跟谁扯 你不要逼连俩生孩子 没PR 但是 你记住 我女儿 那是我的女儿 知道不 我跟我女儿接触 谁也不准跟我去 不准跟我去这样的事去 干什么 张文希先 你回家你自己去做张文希工作 毕竟孩子是我生的 我告诉你了张希 你要张文希 对我的态度一定要转变 如果要是再这样子下去的话 咱俩你看我也不好了 你也别基本好 咱俩全别好 你们干什么 你你们都 我女儿走的时候跟我好好的 今天打电话就这样 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什么态度张希 你把这给我整明白 你弄啥呀 行 你弄啥呀 我问他 我问他 我问你 你到底愿不愿意让我和张文希接触 那不能 什么玩意那不能 我说你愿不愿意 赶紧都接触 赶紧都接触 这是你说的 可是 我只是想跟我孩子接触 甚至谁我都不想接触 你告诉你妈 你爸说我的时候 埋在我的时候 请背着点孩子 不要把这些情绪都让孩子知道 我也挺恨的 一家让我孩子也走我得到 四分老难受了 五年了 五年了 我不知道你了解情况多不多 反正我也是基本上 我跟别人说的也少 说这玩干嘛 五年了 你看五年那是什么样 现在还这么折磨我 那好了吗 最早的时候 北京的时候 那点我是联系 最早联系的 北京唐老师那时候 一走一趟能去了 六七回吧 到了一二年 一二年几月份 也是年多 十一月十二分他就不去了 什么招手试的 打一打的骂一骂的 今天离了 七月 他说他自杀了 吃药了 离开以后吃好几回 这问题是成天自杀呀 不是今天吃药 明天说就吃药 那医长就说吃药了 我特意跟他妈打好几回电话 我都去看看他妈 我家有什么都没有 他妈来的鸡汤没看开门 我那会开门 他说说说个家怕 压两个都是水炮的 你把你住院的 哎呀你怎么说 你说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演一直都怎么样 一直牵扭的嘛 我后来拯扭的 没拯扭了 没拯扭了的话 到现在到现在的结果 我也不想那样 但是现在 你昨天实在没有招 没有办法 跟你讲不讲 我跟我论台穿瓜 穿滑口子 我爸没办法给他气的 我爸去报的警 他怕转路就搞磨 你看那天上我单位主我来了 非要把车停我到门口 我就没让他停 你说 一直看这创 我是分岛给他砸碎的 看到 刚我最后要2万块钱 我这个钱给他 我二月份再给他1万块钱 我说了我前天后给你多钱呢 我这借的钱我给你 23号嘛 1万会来 完之后那个给他那个钱 我同意2万嘛 前天后我跟他妈卡里打过2万2万的 现金给他过1或1万的 因为我上网他买东西后2万多块钱 他加起抽取10万块钱了 我房车都给他了 还有准的 哎呀就有时候能和解和解 我心怎么能变成这样呢 孩子能不知道吗 现在孩子都这样 只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呗 不明白这个到底是到什么程度了 或者是这东西是什么东西 不懂而已 哎呀怎么办不怎么办 给他解决了就完事了 真的我就跟他送进去 怎么没有跟着这儿 哎呀我那天跟他说 我说你这么做我不恨你 恨也没有用 你说你要好 你自己能好点 好点 别再这么做了 我没想到 就是我这个朋友 我说的那个新疆 就是他们 哎呀没有他的出现 我可能我的人生也不能说这么 这么一下子的改变这么大 这么一下子改变这么大 但是与个人的性能没有关 我太虚荣了 从小到大 我可羡慕就是人家所说的就是 有一个朋友有钱的 帮助自己 我可羡慕这事从小到大 今天这样了身边还能有一个人帮我 他们都觉得就是我应该觉得很知足 知道吧 我也很高兴 但是却他们就不懂一点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知足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所得到的 都是用我自己的幸福 去搅换的 我失去了多少啊 就因为你 他也不愿意就是咱俩这么纠缠 但是 哎呀 这么多年了等 还是不纠缠的事吗 他是也是挺伤害我的人 他不知道他自己哪伤害我 你知道就是政府的那些人 那些官员 他们有压力啊工作 特别累 一天24小时 他跟我说他脑子都在转 然后 其实我就成为他 工作压力中 就是 释放的一个人了 一个玩具是他 我感觉真的 所以他跟我 他把他想释放那个 在我身上去寻找了 当我看到了一个男人 就是说穿上衣服啊 就可能说白了点 就是那时候 就像习近平一样 那么伪暗 就像主席似的 我跟你说 白衬衫 黑裤子 天天说话 都可有道理了 然后 转过身去了 那么丑恶的那一面 让我也看到了 我接受不了 在我心里 我特别接受不了这个事 这是他给我最大的一个 一个打击 他都不知道 他也理解不了 他老说我对你不是挺好的吗 你还怎么怎么定 是挺好 我在他那受的伤害也不少 为什么说 就是越是那个明星 他们吸毒 就是就 就马上就寄不了 就是人 越是那个差距特别大 受的打击就越狠 他就越起不来了 真的 我有时候真小 我怎么有一天变这样呢 其实我在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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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自己把火坑没跳呢 我自己都有感觉 所以就是因为我 我不想跳进那个火坑 人就是可能都有这个时候 就是 就是马上就临死亡之前 就是挣扎 就是这种感觉 可能我的方式不对 让别人接受不了 但是这就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现在还不像以前了 你知道吗 以前大家在一起 还能没有事去唱歌 吃个饭 朋友在一起 后来随着他 师徒走得越来越高 我的朋友也都不知道了 然后 我也不能说 跟他在外边吃饭玩什么 没有这个时候了 每次见面 站在对面 那个喜悦 我说我也想穿这变装 走在你面前 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 都得是穿情侣装 咱俩见面 他说情侣装 我说对啊 我一套黄色 那个睡衣 你一套绿色的浴服 他那套浴服 哪那是绿色 你那是黄的 我说咱俩这不情侣服吗 活活都是这套衣服 那不是事 我说我也想跟你吃饭 但是一年 咱俩一年到头 能去五次饭店呢 而且那同一家饭店 就这么一家饭店 习惯性的到那去吃饭 我说你算一算 剩下的时间都要干嘛 就是点事 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 活都悲哀 咱俩是件事的 那你觉得你 爱他多一些 还是爱张欣多一些 我爱我自己多 我是个特别自私的女人 爱应该是 唯一的认真的 我自己总结一下 我爱谁呢 后来我爱自己 我多自私啊 我两个男人都想要 还怪我有今天吗 不怪 这我老一老 我还想开了 你觉得 真的 我以前顺理成章呢 欣然的接受身边这两个男人的存在 有任何问题 我像种调度似的 我都能给大家接受的 我就是负责 下达命令的 他俩是我执行的 今天这个事你办 那个事他办 下一个事怎么办 我就卡在我脑袋里 大事就由他来操作 小事我老公来操作 这么多年就是这么适应过来的 在福顺 我没有驾照 没有身份证 没有行份执照 现在 车被逮着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的违章 到年底的时候 罚款 一交六千多块钱 我从来就是 没有过 法律意识让我爸说 我爸说的对 我跟你说真的 就是因为这些事 好像是 都有人替我解决似的 从来都是 然后我也 没当回事 就没有家长 就没有 别人没有家长 赶上路 我习惯成自然的 现在已经没有 我也赶上路 被人逮着 我就是没补被丢了 往我找他 他就够 就这样 其实不是个好事 你知道吗 我太散漫了 而且我太没有 规矩了 做人 你知道吗 我也不到 什么时候 养上这猫 喂 干嘛呢 我在家咯 我在家咯 在家咯 去念信哪咯 你在哪咯 我现在是 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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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简单的那种面子 给你信哪 这个东西 看起来挺好 那我去找你去行吗 去找我去吗 找我去行 一关 我去拿什么 不是我要跟你说两句话 臭不臭 行吗 快 我去看你 快 不行 好 好了 妈 大海回来了 给我三舅拿的蛤蟆 我去求蛤蟆去 我得等着蛤蟆你 你昨天不是让我给三舅 你去吧 你去吧 你觉得我那边死了 你别回来 你听了吗 不是你让我给我三舅拿的蛤蟆吗 这是一个 我去完等 不是我 不是我 是我从那儿说我 我错了 我这不是人干这个事 行了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行吗 行吗 都是善良人的 说实话 虽然他们卖东西也好 怎么样也好 他也不是说 就我这么一个酷客 我怎么怎么样 没有 这人也是觉得 我不应该是一个圈子的人 也就是人都有善良的那一面 我也没坏过谁 然后 所以说 他也知道 我不太适合走这个圈子 所以我要说我寄了 他干啥呀他 不 你以前跟他说过 你不要给我东西吗 没 从来没 那我能说吗 说了不是真不给吗 我敢说的话吗 他问你要钱吗 他不要 他有目的 你也有目的啊 你那个傻 你看到警车害不害怕 我这挺害怕的 肥 你别老 这啥子 我 你下来是不是 我的驾驶证丢了今天 到行程证给你行吗 是我这儿拿着 拿来了 拿来了 可知道这是扭告的了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家里面 补酒 我丢了 我早丢了 我补完就丢了 完了之后 我行程证到这是刚补的 身份证刚补的全丢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 我自己感觉我天天的生活 就像纪录片 眼瞅着我自己 一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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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 就像这个朋友 就是我不建议你建议 人家可能还建议 一套进来了就呜呜拍 给他们吓死 就是在那坐一会儿 像朋友一样咱们相处的 他们租的那种日租房 让你去以后打死都不能完全 那这样呢 如果就让我待到车里 行不行 然后你自己进去 喂 你给我开个门呢 像这种你要是带人 他们会不会急一些 会呀 刚才哪有不急 急点打的呀 然后他就说 那你怎么让他上来呢 他也不玩 这东西上来干啥 你怎么认识那个大学生 从大学到毕业人工作 他跟我学习 要跟我学善儿和才 人家的一专家 粉丝 咱们俯顺最烦人的一点 就是发钱 就是赌人了就发钱 等了就发钱 我都被赌了六七回了 光是发了钱 他要是赌人我就送你去 我怎么早好了 不是现在的我了 早记了 我现在已经接触了一个人 有一天我和这个人 他手里一个小弟 咱们回去叫他朋友家 他那小弟下车 刚下车就有个车 拉咱们车门进场 然后 我看那不是这样 有人过来转我车门子的时候 顺手我连上去跑了 我就开车 这个人就坐在我副驾驶 开得特别快 擦了点窗车的灯 后来我绕一大圈 被警察车甩了 他们就在连我 如果那天连到我的话 这事就不好说了 啥时候的事 在前范茂玉玉 我酒吧 他手里边有毒品 那么一大袋 所以如果人一旦不是到 人逮着我的话 我跟他是不是一起的 我也很容易就像贩毒 我就不是吸毒了 一个毒一个毒 老人说的都是对的 千万不要让自己去碰出去 这个事 不是人谁能左右聊的 老人说的话就是对的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弄到东西 有的时候我虽然有点钱 所以我才没像他们那么饿 到处骗到处怎么样 但是不久的将来 我可能也会那样 我能理解 但是我特别怕 我自己也变成那样的人 是什么样 但是一切 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 也不怨我 走到哪条路 它都不是我情啊 你真的 没有办法 就像西渡那儿 最后没有一个 不是家破人亡的 那我记不了 那就得家破人亡吧 从来就为了我 因为有你心中 你总是轻声地说 黑夜有我 你总是默默承受 这样的我不敢言由 现在为了什么 不再看我 这歌特别像张熙和我写的 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 马大嫂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只是你冰冷的手 懂也不懂 让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当我开始先发散了人后 你却怎么不说 那时候咱俩 他在一个内部 我在这部 我就发那个耳听 我就哭 我就想张熙呢 你赶紧离开我吧 你离开我你就好了 所以说现在这段时候 方式不对 但是结果是我想要的那样 我原来就是想让他离开我 所以我想了算了 就不要去纠结 他怎么离开我 他为什么现在对我这样 不去纠结这个问题 只要他已经离开我 他去寻找幸福了就可以了 我现在才明白 原来对我是那么幸福的 那种幸福不是人人都能 都能有机会得到的 但是 他也不是总会在你身边 存在的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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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儿 你在轻轻地吹 吹得那么远的花瓣醉 风儿 你要轻轻地吹 我又吹落了我地方 我又吹得那么远的花瓣醉 春天的花是个小配蕾 夏季里烟红的更叫美 秋天叹花瓣而处处飞 冬孙里烟红的两人 冬孔的兮子 是温有编冰 冬孔的大冬孔 scoop 冬孔的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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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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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